妈妈,爸爸今天可厉害了,我以后也要多想吃,像爸爸一样 嗯?他爸又有啥操作,你们不是买菜去了吗? 对呀,爸爸说,今天要做酸菜鱼汤 妈妈爱吃的酸菜鱼,我爱吃的毛豆肉丝和番茄炒蛋 再弄一个榨菜猪肝青菜汤,给你补补血 这么多菜,给你们的五十块钱够吗? 爸爸说,鱼买小一点应该差不多,我们先去买了蔬菜 鲜鱼汤排柳,木豆蜜青菜四块柳 一股十几块起毛巾,小伙,你给十几块五吧 嗯? 你给十几块吧,我给你摸了 小伙,你不厚道啊,你都都给你摸了,我都还带 你是不是又发呆了 啊?哦,刚才在想能看完这篇的明年都能发大菜 说奇怪是吧,再给我点葱和香菜吧 嗯?这是初一次看到怎么买菜 发呆都能看见 这也没看出你爸多厉害啊,不过你爸爱发呆的毛病真的该多管管 要不然姥姥真成老年痴呆了 精彩的,在后面呢 我们买完黑鱼,让老板简单杀一下,就去买酸菜了 回来老板把鱼给了我们,爸爸刚想走,还是不放心看了一下鱼 我人? 这不是我们刚才买的鱼,这是一条死鱼 我嫌麻烦,我说算了吧 爸爸说 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定要争取 如果每个人都不说,以后上当受骗的人会越来越多 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老板,这怎么解释? 解释什么?鱼给你杀好了呀 你这个鱼不对呀 我买的那条可是一条活的 你给我的可是一条死的哈 下手,你有什么证据啊? 我特地让你简单杀一下 就是为了看鱼腮是不是变色了 活的鱼,鱼腮是鲜红的 这个鱼腮已经泛白了,至少已经死了一夜了 你再看这个鱼鳍,活鱼的鱼鳍比较软淡 灵活度比较高,你看这个鱼鳍僵硬 而且鱼身上也没有什么保护液了 甘巴得很 另外,你一直说你这个是野生的黑鱼 我都没跟你计较 野生的黑鱼的背,颜色都比较浅 身体的流线型很好 你这个颜色深,肚子很肥 要是真野生鱼,你也不会卖这么便宜 你,你买的就是这条鱼,你不要乱来人啊 刚才你要是给我换了也就算了 你要是还不承认,我只能用法律武器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同国消费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 基因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我现在开始打12315的电话了 别打,别打,别打 哎呀,我可能不小心拿错了 我把你那条给你,再把这条鱼再送给你 你看可以吧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你今天骗了我,以后还会骗别人 今天我一定要打 你爸真的打了 打了呀,后面警察都过来了 那是工商局的吧 这是老着钱了 你看你说的,这叫正当权益 这种人就不能惯着 你看我都给你买好吃的了 你就不能夸阔我吗 哎呦,爸爸最棒了 我以后要像爸爸一样 学好多好多的知识 可以哗啦哗啦哗啦,讲好多 孙家 哈哈哈哈 胖